姚可仁 总裁 就是这位 我沿江打听 发现了这位住在江边的老先生 他说他曾经和姚可仁 有个一段渊源 当年我的渔船随江而下 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女子 漂浮在水面上 奄奄一息 是我亲手把她救上来的 什么 你救了可仁 你怎么知道 她就是姚可仁 当时我并不知道 由于她惊吓过度 精神恍惚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看她可怜 就把她留下了 直到她把孩子生下来 什么 还生了个孩子 对 是个女儿 我救她上来以后 就请大夫给她诊治 她当时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孩子生了不久 就有人认出了她 说她是会唱京剧的小菊花 我就辗转打听到 大江南剧团的地址 把小菊花给送了过去 交给了剧团 太好了 可仁回到了剧团 大伙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可是 没过几年 又传了消息说 那个小菊花病死了 那个小菊花病死了 死不了啊 死不了啊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谢谢您老先生 这是带小意思 您想回吧 可怜的客人 终究难逃一死 可怜的客人 终究难逃一死 可怜有个女儿留在世上 我一定要找到她 小薇 你马上 在报上给我登个徐人启事 快去 是 知道了 谢谢啊 原来英伦集团来头不小啊 这个承桌妃是什么人 为什么急着要见 姚可怜的女儿 回来了 累了吧 来来来 快坐下 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啊 哎 妈我不饿 那 那我给你切水果 哎 妈 你今天是怎么了 眉飞色舞的中彩票了 这事要是成了 比中彩票还开心呢 妈 什么事啊 如果有机会 再让你做回从前的大小姐 你愿意吗 妈 你是不是穷疯了 这日本人还霸着呢 这怎么可能嘛 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你给我听着 艾雪不是躲着不见人影吗 嗯 我要你冒充艾雪 去见那个崇州飞 要我冒充艾雪 为什么 哎呀 你脑子放灵光一点 崇州飞急着要见姚可怜的女儿 证明他们之间有渊源 说不定 她就是姚可怜娘家的亲戚 工程明就回国了 想要找自己的亲人 妈 我看你真是穷疯了 我去冒充艾雪 那个俊超会第一个跳出来揭穿我 到时候 岂不是自找难堪 哎 那个史俊超凭什么证明 你不是姚可怜的女儿啊 你说是你就是 反正姚可怜已经死无对证 再说了 史俊超跟着承州飞跟了有多久啊 她凭什么就不相信你相信她呢 她要是够聪明的话就闭嘴 那要是人家不闭嘴呢 谁要是敢坏了咱们的好事 你就先下手围墙 在承州飞面前重伤她 看谁斗得过谁 我不要 就算我再穷 我也不必沾她于爱雪的光 哎呦 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别扭啊 往天堂的梯子 已经放在你面前了 你还非要赖在火坑上不走 你笨哪你 好好好 就你最聪明好吗 这个寻人启事啊 连你都看见了 那个臭丫头会看不见啊 别动了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艾梅啊艾梅 请问一下承州飞先生在吗 请问你是 我是看见报纸上的寻人启事 特别来找承州飞先生的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于爱雪 你是几岁离开你母亲到于家的 五岁 是谁带你去的 嗯 一个叫陈锦的阿姨 她是我妈在剧团的师姐 姚客人当时在什么剧团 叫大江南剧团啊 当时于家有些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有奶奶 还有我爹于伯涛 大妈许云之 二妈王彩琳 还有全叔阿姜许妈 还有所有的下人 对了 二妈王彩琳 还给于家生了一男异女 男的叫于宠伟 女的叫于爱梅 喂 哦 小魏啊 什么事 总裁 我找他爱雪了 你快留住他 我马上就赶过来 啊 能再问你几个问题吗 好啊 你说你不到五岁的时候 就被送到于家 那你还记不记得 你妈妈长什么样子 啊 这个 我 我当时年纪小 我就记得 我妈长得特漂亮 还能唱几句京剧呢 那你会不会唱 哼两句听听 我原本是会唱的 可是 自从去了于家 于家的人都不让我唱 就这样 二十几年过去了 我什么都不会唱 没错 没错 你一定是客人的女儿 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对了 爱雪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你尽管说 就当我是舅舅 没关系 你怎么哭了 从小 我就父母双王 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亲人来关心我 我真的好感动 你的心情 我可以体会 因为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王 放心吧 既然我找到了你 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会帮助你 谢谢你 程先生 怎么还叫我程先生 太生疏了 舅舅 爱雪 你还没告诉我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嗯